你預期以後恒指會有什麼水平上落 恒指這幾個星期 我的看法都是一個波動上落的格局 反而看什麼平均線 我覺得參考意義不是那麼高 因為例如10天20天線 你見到它在這幾個月裡 都不斷反覆穿梭 有時候 例如你見到在5月頭的時候 指數曾經升穿10天20天線 但是一穿了那條天線之後 又立即墜下來 你會發覺 又跌穿10天20天線 是不是很差呢 你見到在5月之後的星期 跌了下來 穿了10天20天線之後 基本上兩三天之內 又見底 又有個反彈 然後又重新升穿10天20天線 過去兩三天 去到20700點之後 又掉回頭下來 所以很多時候拿著這些平均線 你見到它升穿 跌穿著買 跌穿著沽 很多時候就被人家兩邊去刮 你升穿買的時候 可能升多一兩天 升多幾十點 又見頂 跌穿沽 隨時沽完之後又彈上來 所以你說整個市現在做一個橫行格局 一個沒有什麼方向的走勢 暫時我覺得要是官網 要是你短炒的話 就是高股低渣 高股低渣的意思就是 你見到穿了所謂某些的位置 就不是再追突破 而是反而沽回下來 你見到可能市在這幾天 毛利拉坑又跌了幾百點 可能穿了兩萬點之後 一萬九千多又是一個入場的機會 因為始終這一段港股 為什麼說這麼沒有方向呢 一來就說 你要去升 始終你美股這樣跌 很難 完全沒有影響港股 因為始終外圍的加息 炒衰退這些因素 對港股某程度上 都一定有一些影響 另外 為什麼你說跌幅 又好像沒有美股那麼大 甚至可能最近有一些日子 直接跟A股升 原因就是炒內地的政策 還有炒內地疫情 可能在六月份都有一個緩和 上海這邊可以解封等等這些衝勁 所以港股現在就夾在中間 如果你說內地因素 政策面上似乎是正面的 第一 外圍來計 譬如業績 收水這些的擔心 又令到港股會有些壓力 所以你夾在中間的時候 就要見到指數這一段 就發上發落 所以你看 如果你說過去一個禮拜 由低位 都升上來接近1500點 短期裏面下多少少 又不出奇 但是你問我是不是很淡 又未算是 如果你說指數有機會再穿2萬點 或者可能再跌多2、300點 去分19,700 左右 又是一個機會重新買一些東西 嗯 好啊 嗯 除了 很好啊 按摩